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高崎的5000MA可攜式充電器 它的型號是CXX8008C 它的容量特大有5000MA 還有它已經買了產品保險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有一個開關的保險 是用來防止充電器的電量流失 當充電器的保險掣關閉的時候 它就可以放長達7至8個月 令儲存電池的效果更佳 最後它也可以同一時間充兩部手機 例如你可以一邊充iPhone 一邊充其他手機 Nokia、Samsung、Sony Ericson 或者HTC等等的手機 好了,那我現在就會拆開包裝 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配件 打開包裝之後我們就會看到有三條轉換線 然後有這個Apple的專用頭的轉換線 還有這個Micro USB的轉換線 還有一個高期的防水袋 是讓我們進入了充電器和電線 還有三個轉換線 一個就是mini USB的 一個就是Sony Ericson的轉用頭 一個就是Nokia的轉用頭 還有一本六個月免費保用證書 還有一本中英對照的說明書 還有一本中英對照的說明書 最後就是有這個5000mAh的可攜式充電器 那這邊我們會看到有一個開關鍵 那如果撥了上去就是開 撥了下來就是關 就像現在這樣 那我們開了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旁邊這個 黑著有一個Track這個鍵 我們就可以按住它 然後就即時知道現在還有多少電了 那總共是有四盞燈的 那現在著了四盞燈就代表100% 那如果著了三盞燈呢 就大約75% 就如此類推的 那好啦 我現在就要講解一下 怎樣充電這個充電器的 首先我們就要拿出這條2.5mm針扎轉換線 然後呢 然後呢 將這個2.5mm針扎 就插向我們的 充電器上方 會有一個DC孔的 那我們就把它插上去 然後將另一端 USB插頭的 連接我們的電腦 接著我們的充電器會立即有 顯示燈顯示 證明已經在充電中 那充電後呢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的iPhone充電了 那我們首先拿出這條線呢 一個頭呢 就是Apple的轉用頭 另一個頭就是USB的 那我們把這個 Apple的 插入我們的iPhone先 然後 將USB那端 插入我們的充電器 然後我們的iPhone會立即有反應 即是表示充電中 對啦 那我剛才也說過 是可以兩部電話一起同充的 那我們就可以拿出這個 有USB模的 鍵線出來 然後另外一端呢 就是2.5mm針插的 那我們把針插的那端呢 就插向我們的 充電器上方的這個孔 對了 先插進去 然後呢 我們這裡就會多了一個USB模 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出我們 沒有電的手機 我現在就會拿這部HTC的 Incredible S來做示範的 那我們可以把Micro USB頭 連接到我們的 Incredible S裡面 然後把USB頭 插向剛剛多了出來的USB模 然後我們的HTC手機會立即顯示充電中的圖案 即是代表 現在兩部手機都充電中 那好吧 那好吧 當我們呢 充電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所有的東西 放進去 這個高期的防水袋裡面 放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索進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輕鬆 很方便地出街 或者在公司裡 都可以隨時聚地地充電 好 今天我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好的 請你們 我們做一些不同的比例 小 squares 我們做一些不同的那種